大家好,这套课程我将为大家讲解现在非常流行的两个框架,Valet和Triotius 这节课我们主要以Valet的简单使用为主 顺便介绍一下Valet与Triotius之间的区别 好,我们现在开始 接下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Valet这个框架 我们平常在开发安卓应用的时候基本上都需要使用到网络技术 多数情况下程序都是通过ATP协议来进行数据的收发和接收的 安卓系统中主要提供了两种方式来进行ATP通信 一种是ATPURL Connection,一种是ATP Client 几乎我们每个项目之间都会见到这两个的身影 不过这两种方式使用起来还是稍微有些复杂 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封装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重复的代码 对于可阅读性和整洁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一些网络通信框架就应用而生 他们把这些通信细节全部都封装在了内部 只需要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可以完成通信操作 比如Emange Order 他把显示图片这个操作就变得极其简单 开发者不用关心如何从网络上获取图片 也不用关心怎么开启线程等 安卓开发团队也意识到了要将网络通信进行再简单化 所以在13年的谷歌L大会上推出了一个新的网络通信框架 这个就是Wallet Wallet除了使用简单之外 对性能方面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它的设计目标就是给非常适合进行数据量不大 但通信频繁的操作 好,我们现在就来使用一下这个框架 首先我们对框架进行一下下载 你可以从Gate的这个网址上进行克隆下载下来就是一个架包 你可以添加在你的项目里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Android Studio的话 你可以把这行代码加载到Gradle里 它就会自动进行项目的加载 好,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我把这行代码加载到Gradle里的这个位置 接着来重新构建一下 好,构建完成,我们试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提示出来了Gradle这个框架 可以直接使用 好,接下来我们从最简单的网络通信开始 即发送一条ATV请求和接收ATV的回应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到StringRequest的 下面我们来在大码中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New一个RequestCleaner对象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里不是直接New一个RequestCleaner 而是需要从Wallet的静态方法 Wallet.NewRequestCleaner这里 新建一个对象 接着我们New一个StringRequest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我们看这个 可以看到它需要传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String的UIL型 第二个是一个Listener 第三个也是一个监听实践 ErrorListener 这个Listener是Response的 接着我们在大码里来给它构建一下 第一个是String 我们直接以百度为例 百度 第二个是Listener 我们这里New一个 ResponseListener 这个Listener是进行成功的回调之后返回的数据 第三个是ErrorListener New ResponseErrorListener 好,我们在这个是它想应失败的回调 我们在这里打一个Log 进行它失败数据的输出 插入 Arror 对,get a message 对 这里是个Error 好,我们在它成功回调以进行一个数据的显示 我们 给这个TextView加一个ID Message 接着在这里定义一下 接着在这里定义一下 通过FinalView by ID进行找到这个空间 R.ID Message 这里进行一个强制转换 接着我们在这个TextView里 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显示 SetText Response 就是它 这个就是它返回的数据 最后我们把这个StringRequest 加载到这个RequestCleaner这个对列里 用Add的方法 这里开始消息 好,我们运行一下这个项目 在运行之前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是需要访问到网络的 需要在PagerNet里声明一个网络权限 Use our permission Internet的权限 好,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好,运行成功 可以看到这个TextView已经打出来了 百度返回给我们的ATML数据 到这里一个简单的ATB请求就完成 接着我们进行一个小节 进行这个请求需要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创建一个RequestCleaner对象 第二,创建一个StringRequest对象 最后把这个StringRequest的对象 添加到RequestCleaner里面 就完成了这个请求 这是我类最简单的使用方式 这就是Wallet最简单的使用方式 以后的课程我会给大家介绍 Wallet的下载图片 及自定义RequestCleaner的用法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 Wallet和Triotius两者的区别 首先在定义方面 Wallet是安卓平台的网络通讯库 能使网络通讯更快更简单 而Triotius是第三方开源框架 包含了很多安卓的使用工具 它不只有网络通讯 而且还有比如DP-Utius SpeedMap-Utius Vio-Utius之类的工具 能使你开发起来更简单 其次Wallet是使用了典型的 模板回调机制 而Triotius是基于Final框架 对Final进行了大量的重构 使得Triotius支持大文件上传 更全面的ATV请求 而且事件注解也更加的清晰 最后它们的适用场景 Wallet适用于数据量小 网络通讯频繁的操作 比如即时通信应用 社交应用等 而Triotius适用于 大文件的上传与下载 比如电商或者社区一类的应用 使用合适的工具 会使我们的开发更加的便捷化 最后感谢大家 这节课就到这里